我出国工作两年 结果物业看出 将我五百万的房子给卖了 这天物业和手下正在例行巡查 来到我房门口时愣了一下 随即朝手下王二狗问道 二狗啊 这房子没人住吗 我看这门好像很久没开过了 是这样的利哥 我记得这年无资的猪刃 好想是六打爽 这房子是他一面欠歪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致没有装修 也没有认住 那小子是做什么的 几百万的房子就这么闲着吗 我听说那小子好想是做大神医的 这些念一直在外面奔波 所以没关这套房子 听闻此言 物业经理李麻子心中 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自己一个月工资也才几千块 这套房子起码价值五百万 自己要是给卖了 那岂不是下半辈子吃喝不愁了 想到这里李麻子的嘴都笑歪了 随即他对王二狗说道 二狗啊 哥现在手里有个几百万的大项目 你敢不敢兴趣 一听说大项目 还是几百万 那王二狗顿时口水都快流了一地 接着他迫不及待的说道 利哥啊 你快说说啊 到底是什么大项目 是这样的 你看啊 刘大壮这套房子 空在这里 闲着也是闲着 他人现在也不知所踪 我们还不如将他的房子给卖了 钱归我们所有 我们小区的房价 现在五万一平 看着这里起码一百平 至少可以卖五百万 有了这五百万 我们这辈子都可以吃喝不愁 你说 这是不是个好项目 听到李哥口中的大项目 就是卖掉我的房子 那王二狗思索片刻后说道 利哥啊 这不幸啊 这房子十六打转的 我们要是私子买的话 这是反拔的啊 早时候爬时要猜缝人急的 这东西庆我可不敢 要敢你自己一个人敢 听到自己手下说不干 那李妈子思索片刻后 开始给他做思想工作 二狗啊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八 这么了 你现在有车吗 利哥 没有啊 有房吗 没有啊 有存款吗 也没有啊 那不就对了 你都二十八了 现在车子房子 存款都没有 你拿什么娶媳妇 娶不到媳妇 你怎么传宗接代 这要是香火断了 你可是你们王家的一大罪人啊 你听自己即将变成罪人 那王二狗慌了 随即他说道 那利哥啊 现在这么把啊 简单 只要我们俩 把这套房子卖来 我们每人都可以分两百五十万 有了这笔钱 还怕找不到媳妇吗 到时候这香火 不就蓄上了吗 那王二狗一听 确实有道理 自己小学没毕业 家里也是农村的 父母也早就去世了 就连个像样的住所都没有 就他这条件找媳妇 确实是个问题 但想到这事情的严重性 王二狗还是有些担心道 利哥啊 可这毕竟是威发的事情 要是被抓到了 我们别说去媳妇了 这辈子爬使劝案了 看见王二狗还没有 完全放开手脚 李麻子继续给他做思想工作 小王啊 我告诉你 任何事情 只要有收益 它就会有风险 你看看这间屋子 都这么久 没装修了 你还说 人家是做生意的 说不定就是人家挣大钱了 买了更好的房子 忘记了呢 这我们给卖了 不得少奋斗几十年吗 有句古话 叫什么来着 富贵险中求 不入虎穴 燕得虎子 你要是连这点胆量都没有 那你活该 熊一辈子 王二狗一听 好像有道理 他经常看电视里 大家都说富贵险中求 今天听自己李哥这么一说 好像是这么回事 于是高兴的说道 我明白了 还得使我李哥 死相聚务高啊 拿队伤机 督导的宿觉 却是厉害 看见王二狗这么说 李麻子也十分高兴 那是必须的 要不然哥怎么混上 这物业经理的职位呢 走了走了 一会儿我就联系开锁师傅 把锁给换了 然后挂上去出售 付出一个星期 绝对卖掉 到时候咱们一人一半 说完后两人就笑嘻嘻地离开了 半年后我带着女朋友回到了小区 准备今天过来把房子装修一下 好作婚房用 结果当我来到楼道时 却发现门打开了 我有些疑惑 难道家里进贼了吗 我带着一货和女朋友走了进去 只见里面楼装修好了 沙发啥的都一应俱全 这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见此情形 我女朋友说道 大壮 你不是说房子还没装修吗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啊 这房子 我已经两年没来看过了 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 给我装修好了 就在我开心的时候 一个男人凶神恶煞地冲了过来 磕磕的 你谁啊 没有我的同意 谁让你进我屋子的 看见对方这气势 我也背下一大跳 你说什么 这是你的屋子 无良物业趁我不在 将我五百万的房子给卖了 你说什么 这是你的房子 不是我的房子 难道还是你的房子吗 赶紧给我滚出去 听见没 听到这话 我猛了 这房子明明是我两年前花五百万买的 怎么就变成别人的了 带着一货 我再次问道 大哥 这房子明明是我两年前花五百万买的 怎么就变成你的了 听闻此言 那大哥愣了一下 随即不懈地说道 你怕是喝多了在这说胡话的 这房子是老子前几个月才花了四百万 从物业那购买的 怎么就变成你的了 说着 那大哥还掏出了房产证和购房合同 看见没 这是老子的购房合同和房产证 这就是老子的房子 你要是再敢胡搅蛮产 小心我让你吃不要兜着走 看见大哥这气势 我感觉不像是假的 随即我也掏出了我的房产证 不对啊 这房子是我两年前就已经花五百万买了的 怎么可能是你的 你看我也有房产证啊 谁知见我掏出房产证 那大哥直接暴怒 我可不管那些 反正这房子是我花了四百万买的 你赶紧给我滚出去 否则小心老子的拳头不认人 随即我和女友就被那大哥给赶了出来 我抬头看了看 这就是六百零一啊 这间屋子就是我买的啊 随即我带着一货来到了物业处 我刚走进去就看到物业经理和手下 在那里嘀咕着什么 笑的嘴都合不拢 看见我来了 物业经理这才收敛了一些 你们是谁 过来有什么事情吗 是这样的 我是六百零一的业主刘大壮 这间房子是我前两年花五百万买的 由于工作的原因闲置了两年 现在里面怎么有人了 听到我是六百零一的业主刘大壮 那李麻子的脸色瞬间变得凝重了起来 要知道这房子前几个月 才被他和王二狗给卖了 每人还分了两百万呢 这几百万的存款还没午热呢 市主就找上门来 他自然是非常不爽的 于是说道 里面怎么住人了 我怎么知道 我又不是大罗神仙 还有 你说你是那房子的主人 你就是吗 我看你这小鳖三 就是喝多了 赶紧给我滚 不要妨碍我工作 听到这话 我心中莫名的生起一股火气 不过我并未表现出来 接着我就掏出了房产证 说道 你给我看清楚了 这房子是我两年前花五百万买的 怎么就不是我的 这两年我出门工作去了 你赶紧给我解释清楚 随即我就把房产证给递了过去 看见我的房产证 那物业经理李麻子顿时脸色大变 要知道这事情要是败露了 自己和王二狗 只怕是要进去采缝纫机的 想到这里 他抬头不屑地说道 你这小别三少在这里胡说八道 你这房产证是假的 你不要继续在这里 胡搅蛮缠了明白吗 好家伙 自己的房产证 到了物业这里居然成假的了 看见物业经理这番态度 我感觉里面肯定有猫腻 于是我也不想废话 直接掏出手机 拨通了法外狂徒张三的电话 喂 三哥啊 来活了 这儿有人想进去采缝纫机了 你赶紧过来 不一会儿法外狂徒张三就来到了现场 随即我就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和张律师说了 张律师接过房产证看了一下 这个就是真的 上面还有印章呢 接着我就朝物业说道 你快点交代 我的房子到底怎么回事 里面那个人是哪里来的 看见我把张律师都叫来了 那物业经理似乎也意识到了事情不妙 只好开始往住户身上推 这这我也不知道啊 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随即我们众人就来到了601门口 物业接着随即敲了敲房门 里面却传来一阵怒骂 这么的你们吃饱了撑的是吧 我都说了这是我的房子 还来敲我家房门做什么 等一下给我敲坏了 没个万八千的你们走不了 接着他就打开了门 物业经理看见他这副模样正准备开口 那丧彪就率先开口道 正好你来了 你和他们说说这房子是不是我的 我可是花了四百万从你手里买来的 你可得给我作证了 听到这话 我直接惊呆了 我说这物业怎么这么奇怪呢 原来是把我的房子给卖了 我直接朝李麻子说道 好你个李麻子 居然背着我把我房子给卖了 你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是吧 那李麻子自知理亏 结结巴巴的说道 这这 我我 无良物业趁我不在 将我五百万的房子给卖了 神什么 你把我房子给卖了 当我得知五百万的房子 被物业私自卖给了别人 我直接惊呆了 李麻子 你什么意思 房产证在我手里 你是怎么把我的房子给卖出去的 这 这 我看你房子空在这里 一直没有装修 我以为你不要了的 所以我就给卖了 好家伙 房子空了两年 物业竟然以为不要了 那你没有房产证 是怎么把房子给卖掉的 在我的一再逼迫下 李麻子终于说出了实情 其实 他手里的房产证是假的 那大哥一听到 自己手里的房产证是假的 顿时暴跳如雷 他妈的 你说什么 老子四百万买的房产证是假的 你再说一遍 说着 那大哥就抡起拳头准备动手 你特么赶紧给老子说清楚 到底谁的房产证是假的 那李麻子见大哥这气势 只好颤颤巍巍的说道 你手里的房产证是假的 我当时不是说 免费帮你办理 房子过户手续吗 然后我就去打印店里 花五块钱给打印了一本 假的房产证 当听到物业经理这番话时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那大哥更是直接暴怒 特么的李麻子 你居然敢这么耍老子 我这装修还花了五十万呢 今天无论如何 你得赔老子四百五十万 随即大哥就掏出手机报了警 不一会儿 鼠鼠同志就来到了现场 接着那大哥就把所有事情 和鼠鼠同志说了 鼠鼠同志 这小子骗了我四百万 赶紧把他抓起来 听完大哥的叙述 鼠鼠同志也是一惊 这都是什么年代了 居然还有人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操作 接着他朝李麻子说道 李麻子 你赶紧的 先把钱还给人家 取得人家的谅解 或许可以从轻处罚 李麻子见事情闹大了 只好全部交代了 鼠鼠同志 是这样的 房子是我和王二狗一起卖的 那四百万是我和王二狗一起分的 我们每人分了两百万 说话间 大家往后看去 并未看见王二狗 王二狗人呢 不知道啊 刚刚他没来吗 这时候李麻子才注意到 王二狗人不见了 赶紧的你先打王二狗电话 叫他过来 接着李麻子就掏出手机 拨打了王二狗的电话 而此时的王二狗电话 已经打不通了 看到这一幕 那大哥慌了 什么 那王二狗的电话打不通了 鼠鼠同志 可要为我做主啊 好了好了 你先别急 我们会帮你追查的 接着鼠鼠同志 朝李麻子说道 李麻子 你的两百万呢 赶紧先转给人家啊 那李麻子 吱吱吱吱的说道 这 这 鼠鼠同志 我的两百万 转给我老婆了 我现在 给我老婆打电话 让他带着银行卡过来 随即他就拨打了 他老婆的电话 等了好久 电话才接通 当接通电话 李麻子就迫不及待的说道 老婆 出大事了 你赶紧带着我 转给你的 两百万过来救我啊 不然我要进去了 谁知电话这边 他老婆张小月 却是不屑的说道 什么两百万 什么救你 现在我已经和王二狗在机场了 我们准备去国外发展了 听到这话 李麻子顿感不要 神 什么 你和王二狗 去国外发展 你赶紧把电话 给王二狗 老子有话和他说 随即张小月就把电话 递给了王二狗 喂 李格啊 你又什么事情 赶紧搅带吧 我们的肥鸡 马上九咬七肥了 二狗 你什么情况 去国外去什么国外 李格啊 这哥 见王二狗 吞吞吐吐的 张小月接过电话 直接说道 事到如今 我实话和你说了吧 你现在已经身无分文了 而我有两百万 王二狗也有两百万 我们一起有四百万 我们去国外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而你就安心的进去吧 你之前不是承诺 让我过上阔太太的生活了 现在你终于做到了 对了 还忘记和你说了 我和王二狗已经有个孩子了 只不过才三个月 以后我们一家三口 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的 就这样吧 你自求多福吧 说完电话就被挂断了 听到这话 李马子直接蒙圈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在前线奋不顾身的杀敌 家却被兄弟给偷了 我套他猴子的 妈的这样 对老子要让我逮到 看我不拔了他们的皮 接着李马子就被叔叔同志 以偷盗罪和诈骗罪 给控制了起来 没过多久 王二狗和张小月 也被叔叔同志抓获 四百万赃款 也全部被缴获 故事的最后 王二狗 李马子 因为犯偷盗罪 诈骗罪被判十一年 张小月被判四年 尤其是 好像甚至 一条 有